草原灵阳城,人间香巴拉 这个地方是甘肃省的合作市 合作在藏与英义市黑错 意思为灵阳生活的地方 合作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所在地 它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端 东边是卓尼县,南边是陆渠县 西边是夏河县,北边是宁夏州 这边常住人口有9.8万 这个下边是香巴拉广场 边上是州委州政府 合作市地处甘肃,青海,还有四川的三省交界之处 整座城市的话特别干净漂亮 每年夏季来甘南州旅游的人特别多 整个城区的四周全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草原上生活着像牦牛,马还有绵羊 现在是早上的9点 气温只有零下8度,晚上是零下11度 现在我打算到城区逛一下 去博物馆,再去米拉日巴佛格逛一下 太冷了 最近的话来这边紫外线特别强 晒黑了都 合作名貌大厦 沿着这条路往前走 就是米拉日巴佛格 我身后是甘南州的博物馆 先逛一下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里面有好多民族服饰 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 开放时间周二到周日9点半到下午的5点 请去看一下 甘南州是我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 这边生活着35个少数民族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是甘南历史文化展览馆 那边都是感情在拍那个宣传片 你们不管拍宣传片也好 不能占用公共时间 比如说你下班的时候可以拍摄 这会上班了在那边拍 本来的话这个博物馆都特别小 就两个展馆 一个民族服饰展馆 一个文物展 这个文物展的话也特别小 挺烦的 把整个大厅的话全都占了 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成立于1986年 展清面积是601平方米 馆里收藏的文物有2381件 其中珍贵文物有185件 这是第一个展厅甘南民族民族文物展的 这个展区里面展示的全是手术民族的服饰 第一组是鹿曲还有马曲 夏合县的一些手术民族服饰 这个展庆展示的是藏族服饰 藏族服饰色彩华丽 看起来特别漂亮精致 这一组是展示鹿曲 马曲 夏合县的服饰 走近看一下 这些都是展示蓝女 藏族服饰的 穿金带银 这些配件都是银制的 上面还有一些绿松石 玛瑙 漂亮 这就是藏族牧民的 生活帐篷 绵羊 羊羊 大草原 这是有牧民族的一些生活器具 好了 现在逛完博物馆到 米拉日巴佛格逛一下 从博物馆出来之后 坐二路公交车 坐到九层佛格 坐公交车上看一下市区 合作二路公交车 那个对面是合作汽车北站 我身后就是米拉日巴佛格 它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 毁于1958年 在1988年的时候重建 整座佛格的话有九层 现在继续看一下 这座寺院的全称叫 安多合作 米拉日巴九层佛格 米拉日巴佛格是为纪念 米拉日巴而修建的佛格 它是藏传佛教白教在多安藏区的代表性寺院 米拉日巴是藏传佛教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位大师 他是白教的创教者之一 整个寺院的周边全是转经筒 那边是一座白塔 这个是正门 里面就是九层佛格 这是一座蒙牌楼上面写着多安合作寺院 米拉日巴佛格 上面的绘画色彩特别艳丽 眼前看到的就是九层佛格 它总共有九层 每一层的主题都是不一样的 第一层供奉的是藏传佛教的几位祖佛 像汉传佛教的弥勒佛 释迦牟尼佛 文书还有观音 第二层主要是供奉的黄教创始人 以及他的弟子 第三层供奉的是藏传佛教最古老的教派 红教的一些高僧 每一层都代表了藏传佛教的一个时代 或者一支派系 这一片全是寺院 那边是住宿的地方 每一座佛店都是金碧辉煌 票价20元 请自觉买票 这个是入口 从这个推蒙进去 票已经买完了 这个佛塔的话可以上去 要脱鞋 现在可以上到六层 上面三层的话在维护 这还可以 但是里面是不允许拍摄的 就去看一下 这座塔高度是40米 总共有9层 当地人称作为9层佛格 总建筑面积是4028平方米 整个寺院里面有1000多宗佛像 主要色彩有红黑黄三种涂料 我已经出来了 它里面的属于木头结构 木地板 木梯子 外面看起来是石头 堤成的 其实里面全是木头 一共9层 我们每一层都走过了 它里面的窗户都特别小 上族这边的佛像 还有服饰都色彩比较艳丽 整个里面的唐卡 还有一些佛像 有大有小 中间做的都是一些大佛 两边的话都是一些佛看 远观一下 九层佛格 它那个窗户的感觉就 二十多封公封三十公封宽的样子 里面灯光比较暗 这或许是我最后前在干啥了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是香巴拉广场 这边应该是合作室的市中心吧 肝蓝大居啊 吃个这边的扫子面 传统的扫子面 扫子面 这边的扫子面也好吃 这是乳的酱 油泡辣子 一份八块 和拉面的价格一样 要了一个小菜 好了 我先吃饭了 好了各位 今天来到了甘肃省的合作室 甘蓝这个地方非常的干净 海拔高 我去过甘蓝好多县 都挺干净的 不管你是走在 国道上面 没有什么垃圾 整个甘蓝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草原 夏季的话仍比较多 最近的话仍少 刚才逛了一下博物馆 然后又到了九层佛格 再吃了一个扫子面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各位